啦啦啦啦啦啦啦 咦 有人喔 哎呀 你好啊 人類 嗯? 你問我們是什麼東東芫荽松? 哎呀 我們這麼出名 這麼可愛 什麼你這麼都不知道 唉 沒辦法啦 現在的年輕人真是見識少的 不過既然你誠心誠意地問 我們就大發慈悲告訴你啦 沒錯 我們就是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的果形俠 沒錯啦 他就是果形俠的主角 我是果果 我是瑩瑩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浩賢 是生命科學院的教授 也是果形俠這本卡通書的作者之一 我從事了果形的研究已經28年了 當大家聽到果形這兩個字之後 你們會不會對於它有很多負面的感覺呢 其實我告訴大家 除了在街市裡面 你經常見到的蚊子仔 那些害蟲之外 果形其實在實驗室上面 都有很多貢獻的 很多重要研究 都是透過果形的研究 是脫掉出來的 在2018年我便有機會去澳門開一個會議 亦都在會議上見到一個老朋友 這個老朋友他在澳門大學工作 大家都是用模式生物去做研究 所以我們就想一下 會不會可以做一本的果形俠的卡通漫畫書出來呢 是希望給公眾更加多些認識到 果形這個實驗室模式 那這本的果形俠是以一個漫畫的方式 去印出來的 因為就是想吸引到 中小學生的眼球 色彩鮮艷的一些插圖 都是令到他們更加容易投入那個故事 另外一個就是 他是以一個Chick Up英雄做一個背景 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Chick Up英雄的故事 也希望很正面地帶出了果形俠 給予人類的一些正面影響 果形研究其實是很廣泛的 其中一類的果形研究 就是跟債卡病毒息息相關的 跟登革兒一樣 債卡病毒都是同樣地透過蚊去傳播的 人類感染了這種病毒之後 就會發燒、肌肉痛 甚至如果孕婦被釘的時候 亦都有機會生出來的小孩 會有小頭症的出現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到果形一些技術 是有效地控制蚊的繁殖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效地去減低蚊傳播債卡病毒的風險 果形研究除了在債卡病毒方面可以應用之外 還可以在其他疾病上應用到 例如糖尿病、柏金順症 以及另外一些罕見遺傳疾病 都可以有用到 我希望透過這本果形合的圖書 可以令到小朋友更明白果形是甚麼東西 從而希望他們可以大過後 從事科學研究 嗯!我們果形合真是好厲害啊! 希望你看過這段影片 對我們果形有更深入的了解 快樂的時光過得真是快 又是時候要說拜拜啦 我們果形合就暫告一段落啦 拜拜!